因為他可是曾經當紅衣時連續劇片尾曲 就連三歲小孩都能夠哼上個兩三句啦 總要領兩段歌詞的重播性百分百 變化難度可說是零 不會講台語的小摳能夠順利的過關嗎 好緊 我吃心 你我吃王 為了愛你走的 哎呦 什麼啊 什麼啊 太好笑了 妳是在感冒嗎 哇塞 我吃心 你我吃王 你我吃王 以為還在吃霸王 你看嗎 我很少聽到有人名單語講比我還糟的 真的喔 你贏了 你贏了 這首歌曲有辦法 如果看著歌曲有辦法從頭唱到來嗎 有啊 但是是沒有在欣賞的 沒關係 我們很想欣賞你 但是我可以唱 所以說我剛才還是 我還是算是 對我來說算是很幸運喔 你很幸運 沒有 但是我可能唱的話有點好笑 我們也不要 我們不要好聽 我們就是要好笑的 好 來來來 讓你唱一下 總竟然 總竟然 好 我的第一次 由於小CALL的唱腔太過驚人 章魚破例讓小CALL看著歌詞再唱一次 不用我 甄草 遊樂 風 有 又 上 有 翻譯 一七九空 十两九 我真的觉得这一百首 如果连音准也加进去的话 它一手都不会破 有人一直下去了 你要去哪 你要回难到吗 好可怕 驾驶verb 100 真的 嚇死人 对呀 那么重的椅子 你都可以拿 可见有多惊吓 所以我刚才提醒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会 因为你没有才艺 對啊 我就熱舞啊 只剩下熱舞這樣子 對啊 而且要表演的才也會嚇死大家 就是我剛剛表演的 爛透 這真的爛透了 哎呀 非常抱歉 我們這個小CALL 今天也是挑戰失敗 拜拜 這首歌真的很難 聽了他這個歌我整個精神都來了 真的 有三代理的感覺 真的 這樣有 跟你姐講你姐敗得有靈驗啦 三太子剛剛有上來 好啦 接下來這一位 剛才一直憤憤不平的很久 他一直敘事待發 而且信心滿滿我覺得 對 他的天天想你被人家藏著 好 歡迎陳志強 這個節目真的太累了 你看到我 我來準備大學聯考一樣 我在這歌詞旁邊呢 我還是自己再操了一遍 因為這樣子我會覺得 我比較容易背得起來 我連做夢都在唱歌 我覺得當最後一個真的好累好難過 為什麼 從小到大我讀書 我最不會的就是背書 我到了出社會 像我現在做模特兒 我有一次有一個經驗是主持一個記者會 汽車的記者會 那個品牌是 你看我到現在還忘記 凱迪拉克 凱迪拉克 你先 你在講之前我先講 我剛剛 我就看到這個陳志強 他講他主持的經驗的時候 他犯了我們主持人最大的忌諱 我看完之後整個就幫他冒冷汗 我就覺得你怎麼今天還敢來 怎麼了 因為你就是擺凱迪拉克 講成什麼牌子 克...克萊斯樂 而且 而且他整場一直講克萊斯樂 因為他是三天 而且他三天前給我稿子 那個稿子大概只有 那個卡大概只有八張吧 其實看起來應該蠻簡單的 但是我就這樣背背背 結果那天我一開始 我就現場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大哥大家好 歡迎來到克萊斯樂的新車發表會 我一講完我還不知道我有錯喔 才像那個總裁就坐在我正前方 臉都歪了 大概兩公尺前面他就這樣子看著我這樣 我就看他的臉 凱迪拉克 結果那個稿子全部有八個凱迪拉克 我八次都講克萊斯樂 我就講了一次我後面就失心瘋 完全就是忘了 什麼都忘了 什麼都忘了 這很恐怖耶 而且你知道我因為這樣子 我後來在路上 我只要看到凱迪拉克的車 我就看著凱迪拉克 克萊斯樂我還是念錯 因為我從小 你怎麼還能這麼輕鬆地面對這一切 克萊斯樂跟凱迪拉克 我從小就是分不清楚 你還講得出來啊 這個應該是我聽過最誇張的一個啊 不是因為我這個也是五年前的今天 這五年之後我也沒有再做過他們的小 不是五年之後 五年之後還有別的廠商 該找你 其他的我不會念錯了 就我以前我聽到過的經驗是 有一個大陸天后級的歌手 內地的歌手 有個飲料公司找他拍廣告 譬如說我現在隨便舉例好了 那個飲料公司 譬如說是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 然後呢 他就說 有一天他就說 可樂 我聊 我很清楚啊 我跟那個總經理談一談 我就跟他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沒有人喝可口可樂 我們喝百事可樂 對 然後那個總經理就 現在是這麼回事 直接否決 我之前也有聽過 另外一個主持人 就是在那個尾牙場的時候 好像是 應該是台積電嘛 對 歡迎來到我們聯電的尾牙 那兩個是死對頭 跟你這顆肯定 跟克萊斯的其實差不多 對 很糗 所以 以這樣的激勵 你今天為什麼會想要來呢 所以我就說 我只準備這五首歌 然後這五首歌我就盡量把它背熟 那其實他就算這五首歌抽到 他也不見得拿得走 我跟你講 我今天如果真的抽到這五首歌 我待會馬上去簽樂透 但是你如果抽到這五首歌 但是錢沒有拿走呢 你還唱錯呢 不會 我應該可以唱得好 唉唷 相當有把握 二十分之一的機會而已 好 來來來 來開始 來來來來 看看你的引氣如何 不是不是 你不要問我 我十萬塊要幹嘛嗎 沒有想要知道 沒有十萬塊沒有辦法買凱迪拉克 不是 他要買克萊斯的 等一下你聽我講 可可樂啦 我真的如果得到這十萬塊 我拿五萬塊請工作人員 主持人製作人去吃飯 唉唷 可是我沒有想要跟你出去吃飯的意思 喂 我很忙耶 慢點面子嘛 因為這樣子呢 以後你們才會再發我通告 另外五萬塊呢 回去買個半唱機 每天在家裡練歌 這樣子我可以賺更多的獎金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剛才這樣子 以你的高度 你一伸出來 你把 這是什麼 喂 都磨掉了 他留手都死耶 這什麼歌啊 什麼歌啊 有必要搞成這樣嗎 我看一下 看得懂 看不懂 都留手 我看不懂 何方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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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醒十分啊 何步一往情深 何故喔 何故 通傷心總是難受的 你連夢醒十分都要背啊 都需要寫小抄啊 像那浮語音片 訴說我歲月的什麼什麼 不行啦 如果唱到這個歌的話 不能讓你唱 真的嗎 不是 你可以唱啦 但是你手要擺後面 對 你不能伸出來 一伸出來我們就當作淘汰 好 好不好 反正我也看不懂了 都已經補掉了 來…我們來抽一下 98號 98號 我不能說太難 但是也 不應該算很簡單 不會吧 難易程度 應該差不多三顆星左右 那就趕快來吧 我們就直接來 好不好 時間也不早了 來看一下98號是什麼歌 什麼歌曲 天啊 天啊 他要去簽 太簡單了 你要去簽那個樂透 天啊 他最位就是這首歌 他剛剛還教我唱 他一直在唱 他最位的就是這首 製作人你完蛋了 製作人 我們要送十萬塊出去 把他的手綁起來 不是 上面沒有心情 但是你也不能看 因為會有嫌疑 對…有沒有心情 我們也不知道對不對 另外一隻手再給我們檢查 而且很好喔 衣服拉起來 褲子脫掉 褲子脫掉 沒有啦 褲子脫出來的看得出來 好 你盡量想想 凱迪拉克總裁的表情好不好 好啦 盡量想想 心情會唱 心情